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那第六题又是一道词汇题,词汇题呢,我们来看一下语境,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境呢,那么这个单词呢,在我们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它说了,the works remain,呢,这个作品是一个什么? 后面两破折号跳过,because,因为,既然有因果关系了,我们就看看因果关系,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了,他说这个works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because,before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在写作发明之前,没有一些解释被记录,no explanations could be recorded,呢,所以大家想,没有书写的情况下, 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这些作品是个什么呀,是个谜,人们不知道它的原因,那,所以在这儿呢,它的作品是个谜,这个生词呢,也对应到A选项,那么,谜这个单词,第六题呢,我们正确答案选择A就可以了,B叫做装饰,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品只是个装饰,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写作能力,三选项说这个作品是个理论,第四选项说这个作品是个话题,感觉都不太合适, 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作品是一个谜,因为那个年代都没有书写记录,所以呢,很多解释是没有办法被记下来的,那,这是我们的第六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题呢,第七题呢,它说作者解释了composition通过什么,那么这是一道细节题,而且这是一个不需要定位的细节题,为什么说它不需要定位呢? 因为实际上composition这个词在原文是不是已经给你加了阴影了,它问到,作者通过什么方式来给你解释了这个单词,我们看一下原文,结果大家发现原文composition所在这一句,就在这个单词的后面就出现了括号,而括号我们给大家讲过,那,在其他的题目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括号其实就是补充说明的意思,那, 所以这里的composition后面给了一个括号,叫做how the motifs are arranged on the surface,所有这些东西如何在表面排列,那么这个括号正好用来解释composition,等于说呢,在这儿,作者介绍这个单词的概念是通过给你下定义的方式,括号里就是这个单词的定义,那,所以既然是下定义,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叫做providing a definition,给一个定义解释,那,那么, 如果它在括号里面给你举例说,例如,在哪哪哪哪个地方的什么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叫做giving an example,那,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B,三选项呢,contrast,表示对比,没有提到,第四个选项呢,说,啊,去找这个艺术史学家,这个也没有提过,那,这道题呢,就是在括号的补充说明内容里,直接给composition做了个下定义的解释,那,那么composition这个单词呢,用来表示构成作曲的意思,那, 第七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第八题中说到which sentence,which of the sentence below,等等等等,这又是我们一道句子简化题,那么,这道题呢, 大家注意,是一道不长的句子简化题,BTS在出题的时候呢,通常是这样,如果这道句子简化题的原句 比较长呢,其实它往往不太会是复杂结构,原句比较长,无非是有一些逻辑关系和修饰而已,但是呢,如果这道句子简化题的 原句非常短,这个时候它极有可能有一些特别让你困惑的一些结构在里面,这道题就属于原句比较短的一个句子简化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来分析这个句子结构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原句 首先that这个地方引领了主语呢,叫做that the painting did have meaning to paleolithic peoples who made and abducted them 所以整个that引导的这个结构呢,来做主语一直到这儿结束 而cannot是位语动词 这里的however呢,是一个插入的转折 我们可以先不考虑 be dotted被怀疑 这句话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that cannot be dotted that cannot be dotted 这个事不能被怀疑 这个事不能被怀疑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结构理清楚之后就可以来看选项了 这里说这个事情不能被怀疑 这个事情指的是,画对古代的人有很深的意义 这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选项 叫做it is true that 那么正确的是什么呢 it is true that the paintings were meaningful to paleolithic peoples 那说这些话确实对人,对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原文说的是,这些话确实有意义这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 既然这个东西不能被怀疑 那么就意味着它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A选项叫做it is true that the paintings were meaningful 那这个话呢 对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意义 这件事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B选项说 Doubtless,不用怀疑的是 旧石器时代的人是那些绘画的人 那么我们原文强调的是 这些话是有meaning的 你光说这些话是那个时候的人话的不行 那必不考虑 三选项说there's no doubt 没有怀疑 什么没怀疑呢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Paleolithic painting 旧石器时代的画的意义是不被怀疑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精确知道这个画什么意思 不被怀疑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只知道这个画对当地人是有意义的 具体含义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三选项 Paintings that had meaning for Paleolithic people are doubtful 说这个画呢 旧石器时代的画对那个时候的人有意义是被怀疑的 正好与我们这相反 我们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画对他们有意义是不需要怀疑的 所以第八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A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 第九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题杆 题杆当中说到Why did they also mention 为什么作者要提到 那么既然是Why did they also mention 我们马上判断这是作者目的题 那么作为作者目的题呢 那么他问作者为什么要提到山洞很黑 关于山洞很黑的具体内容 其实我们就不用看了 直接去找到这个在乱的核心句 这是我们做作者目的题最便捷的方式 而且大家注意 这个自然段的段落并不长 所以呢 它段落如果不长的话 那么它的核心句应该是哪一句呢 应该是这个自然段的第一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说了 an alternative theorem 一个另外的理论出现了 被这个Williams这个人提出了 那么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is that the paintings were made by paleolithic shermans shermans是萨满巫师的意思 所以又有一个理论说呢 这些话是由萨满巫师来画的 那么等于他接下来举任何例子 是想来给这个学说提供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A叫做 to give specific explanation of an alternative theory 对另外的一个理论给出特定的解释 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就选择A选项 我们这段的核心句 就在说一个另外的关于萨满巫师的例子 所以他接下来不管是讲煽动很黑还是煽动很亮 都是为了给这个学说做出specific explanation特别的解释 所以这道题呢正确答案选A B选项说描述一下 萨满巫师的这个仪式的细节 这个不对 我们不能煽动的黑的这个细节呀 它就是描述细节也是为了说明这个学说 那么不是为了通过煽动黑来说明它的具体细节 那么这个仪式的细节不算我们的核心内容 三选项就要解释一下整个山里面的这些点啊 方块的联系 其实呢我们在原文当中 所有的这些lines checks bath squares 这些东西呢都在段落的最后一句出现过 但是我们的核心句是第一句 而不是最后一句 那么第四个选项 展示一下这些话的含义 不是的 我们这只是提供了一个alternative theory 而下面讲到跟巫师的所有事 是为了给这个学说以支撑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我们选择 A选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题 那第十题呢是一道细节题 我们来看题杆 他说According to paragraph 5 根据第五三段 Why do scholars believe that 为什么学者认为 Artists 这些艺术家 selected a certain surface for their work 那为什么这些艺术家呢 会为他们的表面选特定的表 为他们的作品选择特定表面 所以我们注意这儿有一个 certain surface 特定表面 那么这个特定表面呢 就可以作为我们的定位词 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原文当中 来找一找特定表面这个词 那么我们回到原文当中 其实在我们这一段的第一句 就已经提到了特定的表面 第一句这儿说到 have chosen for a specific location 特定的位置吗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个特定的位置呢 我们往下来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他说了 One of the horses 有一个马呢 可能是本来这个岩石就有一个形状 正好可以代表马的头和脖子 所以呢 may have inspired 人们是受到这个石头的形状的启发 从而决定在这儿换马的 关键点在于 may have been inspired inspired表示 受到什么灵感的启发 那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B选项 叫做 The animals in hunting grounds nearby provided inspiration 那B选项呢 provided inspiration 正好对应上 been inspired的这个词 那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B选项 A呢 说这个石头很容易刻 不对 三选项呢 说用一些天然的形状来创造现实的形状 实际上关键是在于石头给了它灵感 那那么我们的马其实也不是realistic shapes 那第四个选项 煽动的位置对于它们来说有神秘的作用 这个是不正确的 那那么不是说位置 只是说这个石头的形状正好像马 给了它们灵感 那这是我们的第十题 那么我们看 这是一部法国 这是一个法国的西南部的拉斯科地区的研画 那么他们会画一些 就像牛啊 马呀 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研画这 那么大家如果去美国上大学的话呢 如果你大学本科选修了一门课 叫做art history 艺术史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你一定会在这本艺术史的书当中 看见这幅画 法国的拉斯科研画呢 也是旧石器时代研画的一个主要代表 那么也被认为是一个艺术的起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一题 那么十一题呢 也是一道细节题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下面哪一个陈述 most accurately 能够最精确的反映出 作者对于研画目的的态度 那么在这里 大家注意 这又是倒数第三题了 而且又没有办法精确定位到某一个自然段 这里 无明确定位的段落 可能来自于全文或者最后总结 那么像我们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paragraph 6 其实是一个总结段 所以当问到作者对整个话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总结段 我们来看一下总结段 总结段说到呢 这里说到呢 叫做 perhaps so much time has passed by 也许如此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that there will never be satisfactory answers 以至于永远都没有满意的答案 所以也就是作者态度是什么呢 虽然前面介绍了那么多的学说 但是作者认为呢 因为时间过去了太久 所以呢 以至于实在找不到 这幅画真正画的意义 其实人们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A叫做 The Cape Paintings were part of a haunting 那么这个画呢 是捕猎仪式的部分 这其实是其中的学说一个 但到底是不是人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B选项 A answer the question is not very important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学者不重要 这也不对 对于学者来说一定很重要 不然这篇学说不会体现出 这么多的学说 三选项呢 叫做 这幅画具体的目的 Is not known 还是不被知道的 这道题我们正月答案直接选三 就定义到这儿 也许如此多的时间过去了 以至于再也没有满意答案了 那就是人们还是找不到 真正满意的答案来解释 人们为什么画这幅画的 那第四个选项 叫做 Keeping the paintings a mystery 让这个画是个谜 会增加他们的重要性 那这个第四个选项 我们来注意一下 其实单从字面上来看 跟我们的第一句有一些对应 我们来看第一句 第一句说 也许如此多的时间过去了 以至于再也没有满意的答案 But their mistake only eyes to their importance 但是他们的神秘性 只能增加他们的重要性 作者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人们为什么画这个画 但是越是不知道 这个画就显得越重要 可是地选项的意思 通过这个动词 我们就理解到 地选项肯定不行了 这个动词什么意思呢 地选项是说 保持这个画是一个谜 会增加它的重要性 意思是人们故意 不让这幅画的谜底 被揭露出来 故意让这幅画是一个谜 从而让这幅画显得很重要 这显然是不对的 那所以注意它的表述 有的时候换了一个小小的动词 意思又不一样了 原文的意思是 人们很想知道 但是实在是了解不了 所以反而显得它更加的重要 而我们地选项的意思是 我知道 但我故意不告诉你 让它显得重要 那这明显是不可以的 那这道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三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十二题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 这道题目是一个句子插入题 句子插入题 首先我们也来看一下原句 原句这里我们看这句话 它说在A这个地方 For example Final remains show that Ride deer 红鹿 而不是野牛 We're eaten 被吃 大家发现 首先我们在做句子插入题的时候 经常找代词 这句里没代词 经常找逻辑关系 这句里也没有逻辑关系 那么在代插入句子 没有代词 也没有逻辑关系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我们来注意 我们采用这个方法 叫做先概述 后细节的方式 作者的陈述方向 永远是先概括性的 说一句话 再细节性的 去解释这句话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代插入句子 说在A的这个地方 人们吃红鹿 而不吃野牛 这句话是概述 还是细节呢 这句话是一个细节句 那是一个细节句 好 那么作为一个细节句 它应该跟在一个 具体概述的后面 我们看哪一个 控的前面 有对它的概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控 那第一个控前面呢 说到那个时期的人们呢 去找这些动物呢 把它们作为食物供给 和它们的衣服的来源 而第二个选项呢 前方说了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呢 对于这种 Hunting Magic and Food Creation Theory 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这些动物啊 看起来 作为人们主食的动物 并不经常的作为绘画主题 所以我们发现这句话 说作为主食的动物 Not 不是频繁的绘画主题 作为主食的动物 不是绘画主题 这是一句概述 具体主食的动物 有哪些 它怎么样没有作为绘画主题 其实是在这儿交代的 所以我们这道题 选择第二个控 也就是我们的B选项 我们把句子放在这儿 正好说在A这个地方 人们的主食是红绿 而不是野牛 但是人们画的 却都是野牛 那对于前面的概述 做了一个解释 大家记住 先概述后细节的 这个顺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小节题 那么小节题的话 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几个对于古代研画学说的一个解释 我们看一看哪一个选项是针对它的小节 哪一个选项是细节 首先来看A A说到 The surface of the walls in the caves may have inspired some of the subjects 说墙的状态 那么引发了人们对一些主题的绘画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原文当中见过 说有一些石头的形状 inspired的 启发了当地人的灵感 那么让当地人开始顺着石头的形状画一些动物 这是我们一个暂断的重点内容 A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B选项说到It is possible that 有可能这些画呢被创造 作为一个有魔法的仪式被创造出来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Magical Ritual 强调魔法仪式 这也是我们原文的一个主体内容 第二个也选择 那么第三个 其实我们一看这个地名就知道了 这个地名啊 是不是个具体的细节呀 所以不管这个地名它说的内容 说的这个地方的内容对不对 我们都不能选 它是作为细节的 那这是第三个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叫做 It is possible that 有可能 Animals in the paintings 那么这些画中的动物是有神秘的 对于部落来说有神秘的作用 一提到Miscal significance 可以对应上我们选择 接下来看E选项 E选项呢说到 The art may be more recent 这个画呢可能比它 一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估计的那个年龄要更近一些 其实时间不是重要的 至于是不是Late 1800 这都是细节 我们这篇文章主体关注 人们画画的原因 而不是时间 那么最后一个选项 说这个巫师呢 会利用煽动的黑暗来 做一些魔法 那么巫师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原文说有一个学说 可能是这个画是巫师画的 我们这个选项啊 如果说这个画是巫师画的 那它可以作为学说一 就可以选了 但你说巫师利用煽动的黑暗 来做什么事 这只是个细节 所以依然不能选 那这个第六个选项 我们也不能选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道题 最后我们选择A B D 三个选项 那么在这呢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两个内容 在我们古代研画 旧石器时代研画这里呢 经常考的 一个是The Cave of Lasker 这个Lasker地区呢 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研画 那这是经常考的一个研画 主体画了一些野牛野马等等 这样的话题 那我们来看 The Most Popular Animal Is 它的主体的话题呢 是野马 Followed by the best野牛 那么有的时候还会画一些猛马像 那我们看了 这里有牛 那这个位置呢 有一些野马 这都是画的一个主题 那么除了法国南部的画以外呢 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画 也是经常被关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Acient Aborigines 指的是土著人 原始人 这个词我们把它记住 澳大利亚原始土著人的话 也是我们考试中 经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在这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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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